下午五點鐘 歡迎收看這一節一定是整點新聞 您好 我是宇全璇 好 帶你來看到2019年誰最夯呢 搜尋引擎平台公布了 年度熱搜政治人物排行榜 我們看到立委參選 吳一農這回勝過了蔣萬安 擠進了前十大排行裡面 好 據說常常 鏡頭前失言遲到的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負面話題不斷拿下底 好 再來關心是韓國瑜陣營 之前向市警局提出先請 要在12月21號舉辦挺韓大遊行 韓國瑜下午的時候 親自召開了記者會 說明遊行細節 像最近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李寶言 現在選戰的早步越來越接近 我們看到韓國瑜被爆料 說有兩大金主抽腿了 好 就是因為先前的炒房風暴 毀了他的庶民形象 另外呢 少額的募款 似乎也是減少了 民調持續的低迷 好 傳出跟王金平 還有楊秋新很親近的企業主 就喊咖不打算 繼續來支持韓國瑜 好 還接打選市長的時候 大喊說高雄呢 又老又窮 好 現在又怎麼說呢 他說自己又不是魔術師 本來就不可能一下子 麻雀變公主 還說自己並沒有 對不起高雄市民 因為他是請假 並沒有落跑 好 再來關心一下 是曾經挺過韓國瑜的 網紅館長 前之汗也曝光自己的 反韓始末 好 說是因為國民黨 將他給推開了 當時發生了 共機繞台事件 藍營這邊沒有人出聲 另一邊看到蔡政府 是努力的捍衛主權 讓館長改觀 好 再來關心一下 是韓國瑜接受的節目專訪 也聽聽年輕人 對他的真實看法 好 沒想到受訪的 每一位年輕的受訪者呢 都對他充滿了批評 還有嫌棄 讓韓國瑜聽得好尷尬 苦笑牽全場 對此呢 他有話要說 他說是因為假的韓粉 到處攻擊 被1450的網軍抹黑 才會造成年輕人 非常反韓 來關心 新北市三峽一出路面 在昨天晚間 9點多的時候 突然坍塌了 柏油碎塊 是四處的噴散 導致兩輛的機車 經過的時候 不是很摔車了 當然詳細的狀況 把時間這個記者猜一次 先領起來關心 是國民黨部分 朱立委提名人葉宇蘭 上個禮拜 他碰上了鞋子的底部 脫焦了開口笑 沒有想到他說 他直接要司機 把車給停在派出所 請員警幫他補鞋子 到了下個地點的時候 鞋子又爆開了 又來又請警察 去幫他買了三秒跤 這樣的做法 去引發爭議 難道人民保姆 是包山包海嗎 有不少的基層員警 就調侃說 現在警察最新的 為民服務項目 是幫民眾補破鞋嗎 也被質疑說 鞋子真的壞了 為什麼不自己去超商 去買三秒跤呢 昨天晚上 官長陳志涵開了直播 給國民黨部分 朱立委參選 葉宇蘭的隔空互唱 葉宇蘭批他 被總統蔡英文摸頭 學壞了 官長陳志涵怒斥 是國民黨一步步 把他給推開的 並且還列出了 種種的原因 證明這一切 都是被韓國瑜所逼的 也痛逼說 難道無論他做得再差 都一定要力挺到底嗎 孕敏才17歲的 劉欣少女 在網路上面 疑似跟另一個少女 兩個人感情上面的周芬 雙方找人相約在 新北市的五谷談判 結果劉欣少女的男朋友 原本要砸對方的車來出氣 但不小心砸錯車了 警方獲報到了現場 雙方鳥受散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 劉欣少女這時候 又一個人落單了 又碰上了對方 冤家路窄 對方立刻拿起安全帽 往他身上猛砸 好各位觀眾 我們插播一則 剛才收到的最新訊息 台北市夜店殺警案 目前仍有十多人 傳喚入境沒有到 遭到通緝了 在今天早上11點多 文山二分局的員警 在內湖跟監 其中一名通緝犯 陳柏翰 追到了文山區 和平東路四段之後 趁機將他給逮捕 根據我們了解 這名陳柏翰 他要服刑7個月時間 現在都在做工程的拆除工 文山二分局的警方 經過三個禮拜的搜陣 埋伏順利 將人給逮到了 稍後就會送到台北地檢署 來進行入監執行 就我們收到最新訊息 好再來關心 是嘉義縣民進黨立委參選 蔡翰宇 昨天在臉書發魂 呼籲民眾看到 這個想要報孫的布條 就拆下來 拿到他們的總布 這個宣傳車也四處拆布條 就被掛布條的 媽媽蒙成員會同 警方查獲了 也委託了 國民黨籍的議員 召開記者會 向蔡翰宇 三天之內要道歉 否則要提高 台北市議員周小平 被周刊爆料 在11月底的時候 火同了議員戴希青 還有新聞主播王宥正 深夜一起去唱KTV 戴希青喝醉之後 先離開了 最後剩下了周小平 跟王宥正 人走出了KTV的電梯 被拍到身邊 還多了兩名的辣妹 遭到網友調侃 說是深夜循環 我們最後來看到 被周刊捕捉到 跟年輕辣妹深夜循環的 王宥正跟周小平 一個是有家事的挺韓主播 另一個是曾經在臉書上面感叹 自己議會單身魔咒的 台北市議員 老人情史被起底都很精彩 而像周小平曾經被爆料說 曾經借著一起上 政論節目的錄影空檔 直條傳情高家瑜 王宥正在4月份的時候 被周刊拍到下班之後 跟其他的氣象主播一起出去 年過斑百的金曲歌王陶哲 自從在2015年 鬧出了劈腿大陸女星 楊子晴的風暴之後 近年來是安分不少 尤其在今年2月份喜霍靈兒之後 更是營造出了愛家的好爸爸形象 而最近又被周刊集集到 跟一群的辣妹聚會喝酒之後 他專程送其中一名的長腿辣妹回家 而下車之後還躲到柱子後面 難分難捨被說行徑 很怪異 成軍31年的台灣男團始祖小虎隊 吳其龍 索友朋跟陳志朋 傳出明年要合體開唱 粉絲很開心 好 跟著我們神童年僅9歲的西蒙斯 即將完成攻讀這個大學學位了 白玉季要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成為最年輕的大學畢業生 沒有想到學校表示必須考完考試才可以畢業 但畢業的時間會超過10歲 到時候沒有辦法超過世界紀錄了 家人覺得很不滿 詳細的狀況聯繫的記者 蘇佩玉 香港靖大學生會長方仲賢 最近在臉書貼文譴責台灣的政府 沒有幫助香港人 但之後他自認措辭不當火速的山文道歉 甚至就連香港學姐也幫他一起道歉 台灣的外交部長 最近接受了美聯社專訪的時候說 在現有情況之下 不會直接出手來干涉香港 但如果北京政府加強鎮壓 情況是另當別論 雖然台灣這邊能做的不多 那麼香港眾志的秘書長黃之鋒 仍然PO文表示感謝 美國街頭出現了一段怪異景象 畫面中這名先生穿了超短褲的女子 爬上了別人的車頂來瘋狂的踩踏還有跳 讓路過的人車非常的驚恐 畫面中我們要來看到 新北京板橋發生了一起行車周分 當時劉先生開著新買的車 行進四川路要停等紅燈 突然一名富士人騎車鑽車縫 擦撞到了劉先生左邊的貨照鏡 第一時間他沒有停下來 直到劉先生追上去要求對方停車煞車 富人竟然是直接變臉了 理智氣壯大聲咆哮 不只動手去攻擊這名流星男子 黑掌揮到他的手機 原本小車禍不打算追究 但對方撞車還罵人 讓他決定提高 新北市萬里公所呢 最近爆出有三名約聘人員 憑著任職十多年取得同事信任 打著虛擬貨幣的名義 以每股新台幣17萬5000塊錢的方式 來狂拉下線 不少的工友志工還有同事媽媽 都加入了這個投資行列 起初投資人半年之內都有拿到1萬 到3萬塊錢的獲利不等 沒有想到接下來呢 以更改出了這個資金規則為原因呢 要求投資人必須要再追加金額 不然本金拿不回來 但被控訴的職員也說自己是虧錢的 雙方各說各話 炒道不可開走 時代利亞立委黃國昌緊追國民黨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越加的 圈地沙石案爭議 拿出了國有財產局過去的發函 直指呢 李家進行的大同沙石補走 這個補償金282萬元 但李家是一毛沒有走 直到2006年 他們要申請一個收閒農場計劃 才繳納了4萬多塊錢的補償金 好像韓正義是予以否認的 說黃國昌拿到的是舊的資料 早就重新判定 他們已經依法繳納 選戰進入道楚階段 民眾黨派出了部分朱立委 提名人蔡碧如 還有水姐黃靖 前往了苗栗 幫自家立委參選人來拉台宣誓 蔡碧如體驗 才果子 也提到了自己 回到台大醫院辦了退休 就是希望扮演好 一個專心一個角色就好了 被問到說 柯文哲是否會投身 2024年的選戰呢 蔡碧如不諱言 目前各個部分朱立委 努力宣傳拉票 就是想為柯文哲 爭取2024的入場券 有著電影女神稱號的姐姐 謝金燕將會擔任 桃園跨年場的 壓軸嘉賓 但有周刊 暗指姐姐已經退燒了 對此謝金燕在IG寫下新鮮 感性的向粉絲 來透露跨年表演的難度之處 甚至說自己為了嗓喬 對愛每天都未出驚了 絞進腦汁 就是想要變出新花樣 100折三醜 不少的愛美女性 會網購美白產品來使用 如果標榜效果很神奇的 可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裡面可能含 類物醇的成分 我們看到高雄一對 16-17歲的姐妹呢 在網路上面購買了 鏟自東南亞的 塑造美白乳液 而且拿來擦拭全身 擦了三四個月之後呢 果然效果很明顯 但兩姐妹也發現 大腿出現類似 肥胖紋的萎縮性條紋 好 中間也是冒出了 一大堆的痘痘 醫生就判斷說 這美白成分 可能含有類固醇成分 再擦走了 會讓內分泌失調 抵抗力也會跟著變差 一般的車牌電話號碼 會挑選吉祥的數字 不稀奇 現在連房屋 也都跟吉利的數字沾上邊 我忘了拍下呢 是在雲林斗六一處的 聯動別墅 外藏的造型設計 就好像是數字9一樣 一整排看過去 總共12個9 讓網友經驗 說代表長長久久嗎 任何苦手說 是計算機壞掉了嗎 很特別的設計 一起來瞧瞧 好 好 來看到這狀況 實在是非常危險了 事情發現在昨天 等下午3點多 這是台中烏日 中山路三段 一浪的造車呢 輪胎突然爆胎了 但我們看到這個駕駛 他沒有慢慢的 把車子給停下來 反而是速度飛快 行駛超過一公里遠 好 輪胎跟地面 不斷的摩擦摩擦 也發出了轟然巨響 甚至冒出了陣陣的白煙 讓其他的駕駛用路人 看到之後 嚇少了眼 非常害怕 警方表示呢 車輛故障之後 還刻意繼續行駛 已經明顯違規 周獨東海大學二年級的 一名女大學生呢 在昨天上午11點多 騎著電動機車要去上學了 但沒有想到在環中路上面 依次闖了紅燈撞上 正要左轉的一輛轎車 這巨大的撞擊力道 女大生當場被撞到 噴飛出去 重摔在地 好 送贏緊急搶救之後呢 還是不幸的 宣告不知 左轉來關心這起行車周分 引發了砸車事件 事發在九號的清晨 一輛白色的轎車 依次在其他的路口 跟車輛發生了行車周分之後 雙方發生口罩 好 最後呢 是在重德五街 海武酒店旁邊被攔下 一群人拿著棍棒 狠砸至少40多秒 警方獲報之後 趕到現場來將人逮捕 帶我來看